MELODY 黄俊斌才会说 SmeCorp跟中小企业银行 SmeBank合作 通过商业咨询和金融援助方式 帮助提升中小企业能力的项目 中小企业可以向SmeCorp 或SmeBank提出申请 贷款是由SmeBank处理 这项融资便利的贷款额 最低是5万令吉 最高是100万令吉 年利率是4% 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 可以把资金用在固定资产 和营运资金两方面 如果贷款用在固定资产上 最长期限是10年 用在营运资金的话 最长期限是7年 不管是用在固定资产 还是营运资金 贷款幅度都是90% 同时也需要一些抵押品 根据SmeBank的资料 抵押品就包括融资的资产 融资的营运资金金额的 至少10%现金 还有股东或董事的联合担保 如果是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的话 那就必须要购买保险 或回交保险做保障 这些详情和细节 你都可以在SmeBank网站上找得到 浏览smebank.com.ny 选择Financing 就可以在众多的选项里 找到Business Accelerator Program 这里要特别提醒 Business Accelerator Program 3.0的申请 只有两段时间 一次在今年6月 另一次在今年的9月份 6月份的申请已经关闭了 所以想要申请的中小企业 记得9月份要行动起来了 好 下一集跟你说一说 跟科技提升相关的融资便利 守住Melody 黄俊斌才会说 黄俊斌才会说 Maybank SME Digital Financing 让您轻松解决生意流动资金问题 只需10分钟就能得到答复 立即上Maybank2u.com.my slash SME Financing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